中文字幕志愿者 几乎把第三漁港的夜色给蕴蓝了 跟全澎湖最早起的走鸟们一样 去昆山也在等 阿嬌有没有看到阿嬌红了 有啦 她又来了 她又来了 好了啦 来了啦 盘商等买家 买家等漁卧 只不过这边的排卖生意 跟本岛港口不是很像 乍听 静悄悄的 唯独看对眼的会递张小纸条 同时还不保证货能立刻打包带走 因为四代了四代 一二三四代了四代 通往日际时代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还没市场 因为都是在路边看话里头 生在黎岛长在黎岛 其实新年级的许正中也曾叛逃过 到底为什么非得留在澎湖卖鱼不可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对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来说 远走他乡才算得上是为自己的人生拼搏 其实从小就很排斥这个行业 而且我们这年代的其实小朋友都 比较不喜欢留在澎湖 就是想要去台湾发展